報復以色列將會招致毀滅 伊朗總統懇求考慮國家利益 日本九州發生7.1級強烈地震 交通設施迅速應變 中俄以物換物 逃避西方監管 戴口罩或涉嫌違法 警察權力受質疑 印尼存在哈比人 發射證明身高約100公分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黃蓉 今天是8月9日 星期五 下面是詳細內容 總部位於倫敦的伊朗國際頻道 較早前報導 伊朗民選總統佩澤希齊陽 懇求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不要攻擊以色列 並且警告說 這種潛在的衝突 恐怕會嚴重擾亂她的總統任期 並且導致重大問題 佩澤希齊陽的一名親密助手 上週向《電訊報》表示 哈馬斯領袖哈里亞 在德克蘭受到暗殺的安全漏洞 可能是伊斯蘭革命衛隊 故意損害新總統的聲譽 他可能迫不得已 在上任的頭幾天 就和以色列開戰 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伊斯蘭革命衛隊 佩澤希齊陽強調 他反對軍事行動 並非像強硬派所聲稱的 缺乏安全和軍事問題的知識或經驗 而是考慮到國家利益 若以色列決定對伊朗國家基礎設施 和能源資源 發動嚴厲的報復性攻擊 可能會削弱伊朗經濟 並且可能導致該國崩潰 據消息人士說 哈梅內伊既不支持 而不反對佩澤希齊陽的說法 阿拉伯電視台報導指出 熟悉美國情報的官員和消息人士透露 伊朗對以色列刺殺哈尼亞的報復行動 比預期時間拖得更長 即使最初評估最快會在這星期 但據信伊朗應該是等伊斯蘭合作組織 OIC在8日結束會議之後再採取行動 但為了防範伊朗轟炸 以色列還是預先加強空襲警報 廣播系統 以色列總理奈塔尼亞湖8月7日 在會見一批新兵的時候聲言 我們做好了防禦和進攻的準備 在攻擊敵人的同時 也決心保衛自己 而在海發市的公共防空洞 就配備了數碼系統 以便在襲擊期間 也可與外界聯絡 一些地下停車場 已經被批准作為臨時避難所 中部拉姆拉市的捐血血液收集中心 設有超厚的石屎牆 防爆門和氣閘 環境保護部門也做了評估 決定如何最好地保護導彈攻擊下的工廠 包括如何應付含石棉的建築物 遇到襲擊的後果 連油廠自然也是受保護的設施 此外更重要的是穩定金融秩序 以色列央行已經做好充足的貨幣儲備 來應付民眾的蜂擁提取 強調有充足的紙幣和硬幣供應 以色列軍方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一些目標地區 當地的居民也能獲得即時簡訊 如非必要留在保護區裡 相對於以色列 伊朗國內現狀顯示 雖然政府激動揚言報復以色列 但民眾就搞不清楚情況 《紐約時報》指出 德克蘭和其他13個省份的所有政府機關 7日停止上班 東西邊境部分地區的行政辦公室 就縮短了上班時間 另外 當局發出民航通告 警告部分地區在7日晚至8日 將會進行炮火活動 並且維持幾小時 即使伊朗報復的時機、範圍和方式依然未知數 但相對於當局不斷呼籲民眾在備戰方面就毫無防備 原因在於伊朗沒有發出任何因應以色列可能攻擊的逃難指示 沒有臨時避難所 沒有防空演習 沒有處秘密的警告 也沒有醫療和診所的應變計劃 伊朗人紛紛在社交媒體和採訪中表達憂慮、困惑 37歲住在德克蘭的藝術家巴里沙透露 現時情況超過人民忍受的程度 很多沒有想過離開國家的人也考慮移民 大家都很難過、煩躁和擔心 不過也有人質疑全面開戰的可能性 認為以色列的攻擊未必會擾亂日常生活和水電等關鍵服務 36歲工程師穆斯塔法住在西北部的拉什達 他認為伊朗扶植地區民兵勢力將會置國家於以色列的戰把上高 但他不認為以色列和伊朗會全面開戰 這會是遠距離的衝突 用瞄準特定目標進行攻擊 所以我沒有那麼擔心 不過為了安全考慮 愛及和英國要求航班避開伊朗領空 國際航空也紛紛停飛 愛及民航部7日已警告愛及所有航空公司 在8日避開伊朗領空3小時 路透社報導 幾小時後 英國向該國的航空公司 發出避開黎巴亂領空的建議 全球很多航空公司正在修改航班時間表 來避開伊朗和黎巴亂領空 同時取消飛往以色列和黎巴亂的航班 由於擔心中東衝突擴大 加拿大亦撤離駐以色列外交官的子女 根據加拿大新聞社報導 屋泰華當局聲明強調 加拿大位於以色列拉特維夫和貝魯特的大使館 以及在約旦河西岸的駐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辦事處 仍然維持正常運作 不受影響 並持續為加拿大公民提供必要的服務 日本九州宮崎縣外海8日下午發生黎克特製7.1級強烈地震 震央位於東崎縣東邊海域的日向灘 震源深度是30公里 新幹線和機場等交通緊急作出相應措施 民眾在社交媒體發表的畫面可以看到地震的威力 根據日本氣象廳指出 日本當地時間8日下午4時43分 宮崎縣東邊的日向灘海域發生黎克特製7.1級強烈地震 宮崎縣日南市最大震度是6天 氣象廳原本偵測島地震規模是黎克特製6.9級 之後上調至7.1級 另外據路透社的消息 九州新幹線列車全線暫時停止 位於宮崎縣以南的鹿儀島縣村內核電廠表示 設備並未偵測到以上情況持續運作 鹿儀島電視台報導 宮崎縣的高速公路限速下降至時速50公里 而鹿儀島機場就因為必須確認跑道情況而暫停升降 民眾上傳在網絡的影片可以看到 機場、車站都有玻璃碎裂物散落在地板 而前面的車輛和紅綠燈出現不同程度的搖晃 日本氣象廳在日本時間下午5點 發出南海海曹地震的臨時消息 由專家組迅速結集 詳細分析觀察數據 評估今次地震和南海海曹大地震之間的關係 包括現代商業也表示 日本預測在30年內 發生南海海曹大地震的機會率是70%至80% 如果發生 恐怕會造成整個西日本的巨大災難 太平洋沿岸也會有高達34公尺的海嘯 損失恐怕會超過311東京日本大地震的10倍 老透社報導 俄羅斯和中國大陸正在搭建以物換物的貿易系統 主要目標是要被開受美國監管的銀行系統 報導指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今年5月訪問北京期間 其中一個重要議程之一 就是大陸和俄羅斯雙方貿易點有付款 最終雙方討論之後認為 只有以物換物才能規避支付問題 免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監視 據了解 雙方正在商以以物換物的方式和相關規定 而報導說大陸和其他國家最近也有進行以物換物的貿易行為 例如2021年中國大陸就曾經以汽車零件 換取伊朗的開心果 大陸和俄羅斯雙方 計劃最快在今年秋天 就可以先達成在農產品方面以物換物的貿易協定 紐約州長島拿蘇縣議會 近期通過一項法案 在公共場所配戴口罩、面罩等面部遮蔽物 被視為違法行為 但出於健康、宗教或文化原因 就可以被豁免 不過在當中 誰能得到豁免 是由警方來判斷 但是法案受到部分民眾的反對 長島蘇縣這個命名為 《口罩透明法》的法案 由當地的議員費例所提出 5號共和黨多數派 以12票贊成通過了該法案 7名民主黨人棄權 費例表示 出於健康或宗教原因 而配戴口罩是准許的 但是不是由於健康或宗教原因 配戴口罩 往往成為騷擾、威脅或犯罪行為的先兆 全國各地的恐怖分子支持者 尤其是在紐約的 正在利用口罩作為檢護 恐嚇猶太社區 所以違法配戴口罩的人 將會面臨高達1000元美金的罰款 以及長達一年監禁 由於准不准配戴口罩 判定標準由警察決定 他們有權在合理懷疑 某些人從事犯罪活動 或意圖參與犯罪活動的情況下 要求脫口罩 但是有反對者認為 警方無法有統一的判定標準 屆時恐怕會更針對非洲裔 西班牙與裔等續裔群體 因為魔界系列作品 勇敢的哈比人為全世界人所認識 但是之前哈比人 只是文學作品中虛構的一種人類 但是實際上 哈比人是真實存在過的 他們的正式學名 是佛羅勒斯人 估計身高大約107公分 最新發現的化石 推算佛羅勒斯人身高可能101公分 可望是有史以來 發現最矮小的人類 佛羅勒斯島位於印尼小信他群島 1996年在該島的梁布亞岩洞 發現佛羅勒斯人可以追溯到6萬年前 而近期來自距離該岩洞72公里 一個名為馬探門隔地點的新人種化石 沉織物就有70萬年歷史 可能是佛羅勒斯人的祖先 2016年起 科學家搜集到的下岳骨和牙齒等化石 而它的前臂骨落化石大約5公分 甚至可以放在一名現代的成年人掌心 經過組織病理學驗證 化石確屬於成年人 參與研究的東京大學人類學家 海報陽街指出 這代表60萬年期間 這種人類可能都保持著相同的體型 該發現刊登在最新一期的頂尖期刊 《自然通訊》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我會進去 對ه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